大家好 我是艾莉琳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诗汉大学孔子学院汉美体验村 诗汉大学孔子学院位于 雪洛南道穆浦史最繁华的西亚塘地区 在2007年6月 诗汉大学和中国国家汉办签约 和青岛大学合作 设立了孔子学院 两所大学共同提供中国语言文化教育项目 为培养超越文化交流的专业人才而努力 山大学孔子学院在2007年12月 完成汉语体验村项目 从2009年开始命名汉语体验村 在孔子馆、茶文化馆、饮食馆、历史文化馆 现代馆、演艺馆、辉科室、书斋等空间 可以体验多样化的中国文化 大家是不是很想体验一下呢 好 那么从现在开始和我一起浏览一下吧 老师你好 你好 请跟我们的地面者打个招呼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我们诗汉大学孔子学院的 中国文化体验村 来体验中国文化 我们本院严格遵守了这个新冠肺炎防疫政策 而且呢 对每一位进出人员都进行实名记录 发热检测 进行文化体验呢 每一位学生还有每一位老师工作人员 从开始到结束一直都是戴着口罩进行的 听好了发表 答对院长提出的问题 就可以获得奖品 接下来呢 中方院长介绍了青岛的特色 院长分享了 关于中国文化的精彩内容 我们中国的饺子呢 一般是在节日的时候 比如说春节中秋节每逢这样 节日的时候我们都会包饺子 手工的水饺 包饺子的步骤呢 我们首先要准备了脚的皮 还有脚的馅 就是把脚的馅 放适当的量在脚的皮当中 用手把它捏成很漂亮的形状 嗯 两个人 两个人 哇 鸡肉有很多 对 鸡肉有很多 对 鸡肉有很多 真的鸡肉有很多 鸡肉有很多 那么多吗 鸡肉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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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这个程度吗 怎么样 这个程度吗 是的 这个程度화好 对 这一点 那是怎么做的 哈哈哈 远面的 哈哈哈 这是这是 这边 先生们的时不够简单 非常好 非常好 是的 这边还好 哦 我们说个尝词服饭呢 包含了按照年代来排列的一些 比如说汉服 还有糖装 等等一些服饰 还有少数民族的服饰 比如说中国有56个民族 有满族的服饰 蒙古族的服饰 有老师们的帮助 我就可以很顺利地试穿 鲜艳华丽的传统服饰 老师们说 我穿的服装是 在中国传统戏剧舞台上 扮演新娘角色的演员穿的衣服 我今天扮演了新娘 随后 汉语老师教给我们有关的汉语表达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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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历史馆 按照中国古代的朝代顺序 展示了各个朝代比较有代表性的 最早的文字 甲骨文 中国东汉时期发明的 世界最早的地洞仪 确认地震的 还有中国唐代是 文化比较发达的一个时期 那里文化比较发达的时候 自然的话 业余生活就比较丰富 所以瓷器特别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唐三彩 这里头的三彩 不是三个颜色 是多彩的意思 那体验者可以通过画面 直接地去感受一下 汉字是如果变迁 特别好多想学汉语的 但是呢 都觉得汉语 相对比较 汉字比较难的 通过我们的展示 可以系统地了解一下 汉字是怎么来的 怎么变迁的 对大家学汉字会有一定的帮助 第二个动态呢 展示的是四大发明 我们这里头最受欢迎的 就是火药的发明 然后有一个中国的传统乐器 大家都了解的 像韩国的 家一琴 但是我们中国叫 胡正 大家在这里 可以直接听到 这个乐器 到底是什么声音 哦 真的演出하는 것 같아 然后汉字的 代表乐器是 二胡 在任何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场合 都会有的一个乐器 선생님 다음은 어디로 가요 사진准备 사진准备 准备 在照片展览馆呢 可以一目了然地 浏览到 很多中国城市的 过去和现在 80년 전 中国的成果 在英国的火草地 有很多美酒工厂 所以 英国的美酒 是成为成果美酒 在孔子馆呢 我希望我们介绍 简单介绍了孔子 孔子是我们中国 春秋时代末期 是非常著名的思想家 教育家 儒教的创始发源人 孔子去世之后 他的弟子们呢 就是通过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 一起的一些言行 教导 编写下了论语 子曰 三人行 必有我 尸烟 我们中国呢 从中学开始 大家就会学习 这是一部文言文的著作 文言文呢 和我们现在说的白话 是不一样的 在中国的手工艺 传统的手工艺 剪纸 大家都很喜欢的 然后剪纸呢 在中国的北方 是特别盛行的 在就是新年的季节呢 大家就会把自己的 这个愿望啊 想要的一些 比较吉祥的动物啊 然后剪成纸的 用纸剪成这些 很美丽的模样 贴在窗户上 或者贴在门上 是代表大家 在新的一年的一些愿景 也会从那个 这个手工上来表达出来 这里是茶文化馆 坐在古色古香的木桌 可以品尝到 各种茶的地方 茶水倒在 小小的杯子里 品味的茶香 好像总是带来 充满温馨的感觉 我们亲手包的饺子 都熟了 旁边还有 中国传统美食月饼 如果想在韩国来看的话 一定要到我们这儿 因为在韩国 只有我们 四汉大学孔子学业 才可以看到这样的 木质看着特别高贵 觉得是的 这是什么木头 大家知道吗 鸡翅木 书房 书宅也是按照 就是清末的时候 贵族人安卖 在那里可以看看书 电电字 在中国人 比如说电字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方法 然后现代馆主要是介绍了中国的行政区域领导人 还有中国的建国纪念日五个直辖市还有一些主要的城市 在韩国 星学期是三月 但是我们中国是九月 其他的小学中学高中还有大学 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韩国是单一民族 但是在中国我们一共有五十六个民族 共是十四亿人口 其中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八 其他的五十五个民族 我们称为少数民族 中国的直辖市重庆 在这里有差不多有三千多万人口 人多了的话 饮食文化也特别丰富 韩国人比较了解的火锅 还有麻婆豆腐 就是这个地方的特色 二天前年一夜份有一个冰雪节 这是世界四大冰雪节之一 有机会的话 希望大家一定去看一下 2008年举办的北京奥运会 这里有吉祥母北北 金金欢欢迎迎迎 合起来就是北京欢迎的教学 青岛大学呢 位于山东省青岛市 山东省省属的综合大学 阿里巴巴是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企业 这位呢是中国著名的企业家 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 然后呢非常简单的在那补充 那个介绍一下在这边的那个学习汉语的课程 我们课程从零基础到高级班 还有特别绘画班 还有新的SSK考试班 诗汉大学孔子学院以学生和成年人为对象 开设了汉语绘画 汉语能力考试 汉语教师进修 汉语委赔交易等课程 在这里除了学习汉语之外 大家还能够享受各种文化活动 比如中国专家特奖 中国文化庆典 中韩学术大会 汉语能力考试 汉语体验村等等 诗汉大学孔子学院 主要项目为汉语体验村 中国文化节 教育CEO 教育捐赠 新HSK考试卫营机构 汉语教室的汉语授课和进修 CPIK教师进修 文化学术交流 选拔中国政府奖学金获掌者 提供中文资料 举办汉语演讲大赛和中韩绘画大赛 我们的学生真的是从中学生到7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 就是各个成段的都有 在这个时候 其实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受一点点影响 但是呢 他们特别主动的来这儿学习 怎么说我们所有的学生和我们 我们是一起进步的 我感觉 就是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从他们那儿获得了 努力学习汉语的那个热情 然后呢 他们这个热情给了我们的动力 就我们认真的上课前每一节课都认真的准备 对得起学生 欢迎大家来诗汉大学 孔子学院 中国文化体验春 体验中国文化 欢迎大家来诗汉大学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